马克龙总统赠送了北京双奥火炬 第33届奥运会即将开幕 世界的目光聚焦巴黎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时 向马克龙总统赠送了北京双奥火炬 祝愿巴黎奥运会取得成功 表示中方将派出高水平代表团赴法国参赛 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抵达巴黎 中国运动员将同各国运动员在巴黎同场竞技 昨天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 赴奥运村看望了中国体育代表团 表示希望他们传递体育正能量 加深与各国运动员的了解和友谊 展现新时代中国的良好形象 当好文明交流的使者 优质的中国产品将为巴黎奥运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 也将为比赛增添更多的科技感和观赏性 我们祝愿各国运动员向着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团结的目标奋进 赛出好成绩 圆梦巴黎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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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